好的电影 改变你的认知 女儿来了 说要搬去巴黎 因为她爱上了一个法国男人 去巴黎 她一时有点难以接受 她记得女儿几年前离婚了 怎么会要去巴黎呢 那里都不讲英语的 她随后意识到 去巴黎那不就是要离开我 或者说要抛弃我 她的心提了起来 难怪女儿最近一直在给她找护工 刚才还因为护工的事 对她心事问罪呢 为什么一定要给她找护工 她能照顾好自己 再说这些护工都不靠谱的 她刚赶走的那个护工 就偷了她的手表 她原本只是想测试一下 护工会不会顺手牵羊 结果手表真不见了 手表还真在浴缸下面 她心想多亏自己躺起来了 但刚才女儿说的 如果她拒绝护工 女儿就不得不做什么 这没说完的话 让她心里很不安 有一天她自己在家 正打算烧个水 突然传来一阵声响 她走出厨房 发现起居室里有个陌生男人 男人自称是女儿安妮的丈夫 保罗 安妮的丈夫 安妮不是早就离婚了吗 昨天还跟她说 要和新男友搬去巴黎 她正困惑着 男人也觉得她很奇怪 一边告诉她 他们没有离婚 一边打电话叫安妮赶紧回来 男人还说这里是男人与安妮的家 因为还没找到新的护工 安妮只好先把她接到他们家来照顾 胡说 这里明明是她的公寓 她打算等女儿回来 平平理 可等安妮回来 她发现 安妮居然变了一个人 怎么会 一种莫名的无力感袭来 难道是她的记忆出问题了 她有点懵 但这两人却安然若素 男人提着食物去了厨房 安妮进屋安慰她 她说起刚才的事 安妮说 什么丈夫 自己已经离婚五年了 不是 刚才不是还复唱复随 怎么转头就变了 到底怎么回事 她走进厨房确认 果然没有刚才那个男人 也没有食物 看看窗外的马路 这里分明就是她的公寓 不仅人会变 公寓也会变 真是奇怪 幸好 接下来安妮又变回了她熟悉的样子 她才没怀疑自己得了精神病 这天 家里来了个年轻女孩 劳拉 她觉得这女孩眼熟 仔细想想 是和她的小女儿露西很像 说起来露西已经很久没联系过她了 她骄傲地告诉劳拉 她的小女儿是个画家 在外旅行 还说小女儿和大女儿安妮不一样 小女儿非常聪明 和自己也更亲近 说到高兴处 她还跳起踢踏舞来 这让劳拉笑个不停 但当她说自己年轻的时候 擅长跳踢踏舞时 安妮不可置信 有这回事吗 她也疑惑起来了 有这回事吗 她回答不上来 没关系 这对她们都不重要 她看见劳拉心情很好 安妮看见她喜欢劳拉 也心情很好 但她没想到 劳拉是安妮请的新护工 安妮为什么非要给她请护工 她很生气 想起之前那个男人 把她的公寓说成是他们的家 两相合对 她知道为什么了 她告诉劳拉 这公寓是自己年轻时埋下的 已经住了三十年了 这公寓很好 所以安妮要霸占这公寓 才不停塞给她护工 就是为了证明 她不能照顾自己 看到安妮的眼泪 她想肯定是被自己说中了 安妮就是要把她撵出去 好霸占她的公寓 当晚她感觉到安妮来到她床前 掐住了她的脖子 她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然而第二天一早 她又安然无恙地醒来了 奇怪的是 她又在安妮的家里 又有个她不认识的男人 这次她不敢贸然说什么 因为她还没搞清楚状况 她很不安 小心谨慎地听着 从女儿和男人的言语中 她得知男人又是叫保罗 而且她的手表又不见了 手表不见了是个大事 她根本没有办法确定 现在是什么时候 女儿依旧去给她找手表 但她发现 态度冷淡的保罗手上 戴的那块表 就很像她的那块 她旁敲侧击 想让保罗把手表给她看看 可保罗根本没在听她的 而是对她说 安妮最近很累很烦心 这一切都是因为 她又一次赶走了护工 他们两人原本计划好的 意大利汁油 也因为这件事泡汤了 显然保罗不欢迎她 只是她没想到 这个保罗居然无理地问她 你打算在这儿惹人嫌多久 从没有人敢这么冒犯她 她很生气 也很恐慌 因为她不知道 这个男人将要对她做什么 幸好什么也没发生 后来安妮带她去看医生 她有种被解救的感觉 觉得安妮今天都变漂亮了 然而到了医生跟前 安妮居然否认她要搬去巴黎 她以为安妮变卦了 结果安妮说 自己压根没有这打算 又变了又变了 她不知道安妮到底在搞什么鬼 还是哪里出错了 不过安妮不去巴黎 她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安慰的 后来她自己在外面等着 医生要单独和安妮谈 她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 有什么事情不能在她面前谈的 回去后 她听到安妮和保罗在争执 他震惊了 保罗要把她送养老院 这就是安妮之前说的 如果她拒绝护工 她不得不做的事吗 这就是他们的阴谋 他们要甩掉她 保罗说 再来一个护工 也不过是和之前一样 不如直接送养老院 但安妮不同意 他们不知道 这些话被她听到了 她忐忑不安地坐下吃饭 安妮高兴地告诉她 老拉已经答应来照顾她 从明天开始 然而 在她拿酱料回来的时候 她发现 他们又开始争执 要不要把她送养老院 而且说的话 和刚才的一模一样 她已经打算接受 那个老拉了 怎么还是要把她送去养老院 她觉得自己被深深伤害了 她醒来时 发现外面天气很好 她看到一个小男孩 在外面玩 走出房间 她发觉房子的陈设 好像发生了某些变化 可又说不上来 怎么回事 她一回身 看到老拉端着茶走进来 她是来照顾她的 但吃药的时候 她有点生气 因为老拉跟她说话的语气 简直就像在对着一个三岁小孩 她是个聪明体面的成年人 即使要用护工 她也必须摆明自己的立场 当老拉答应她的要求后 她的心情又好了起来 开始讲笑话 不知什么时候 门边出现了一个男人 就是那个自称保罗 后来又凭空消失的家伙 老拉不觉得奇怪 离开房间去干活 结果男人走进来 问他和另一个保罗同样的问题 你打算在这儿惹人险多久 男人没有停手 质问道 是不是人到了一定年纪 就想把周围人都气死 他大哭起来 这时安妮听到哭声跑进来 这个保罗又换成了另一个保罗 他居然被扇了耳瓜子 无力的悲伤击中了他 以往的骄傲通通不见了 他居然哭了 这一晚他睡得很不安稳 睡梦中他听到露西在叫他 走出房间 他发现外面又变了样子 蓝色的走廊 白色的灯光 他寻着声音来到一个房间 发现露西受了伤 躺在病床上 他突然想起来了 露西在旅行途中发生了意外 已经永远离开了他 不是他不来看他 而是他再也不能来看他了 次日醒来 安妮已经做好早饭 不一会儿劳拉来了 可这不是之前那个劳拉 安妮却硬说就是那个劳拉 那个劳拉明明跟露西长得很像 这一切太不对劲了 他气呼呼地回到房间 安妮跟进来 他没注意到 这个房间和他的卧室不一样 是蓝色的 而楼下也不是马路 是花园 安妮说这里环境很好 服务设施也很齐全 他要去巴黎了 会定期回来看他 不是说不去了吗 怎么还是要抛下他 他觉得很悲伤 很无助 可他终究无法开口 让安妮留下 那两个保罗都说 他在拖累安妮 在毁了安妮的生活 不知过了多久 又是一个早晨 他醒来 发现自己不知身在何处 外面是蓝色的走廊 和不认识的人 他赶紧关上门 不一会儿 护士敲门进来 这不是之前冒充安妮的那个女人吗 女人告诉他 这里是养老院 他已经在这儿住了几个星期了 至于安妮 他已经去巴黎了 和他那个叫保罗的男朋友一起 有时候周末会回来看他 昨天还寄来了一张明信片 这时又有人进来 这个男人他有印象 好像是其中的一个保罗 但护士告诉他 这人是医生 叫比尔 而他叫凯瑟琳 一种深深的恐惧 包裹住了他 他完全混乱了 不知道下一秒谁会出现 安妮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下一秒 他会在哪里 他的公寓又在哪里 还有 他突然连自己是谁都忘了 女人说 他叫安东尼 是吗 他叫安东尼吗 那应该是妈妈给他去的名字吧 那妈妈在哪里 妈妈为什么不来看他 妈妈 我欲我妈妈 我欲我妈妈 我欲我来到这里 那一刻他忘了他的过往 他的公寓 他的骄傲和固执 时间就像忘花筒 是他再也找不回的手表 他被困在其中 在错乱意识的漩涡里打转 直到他被彻底打败 他变回了孩子 他感觉自己就像一棵树 叶子都掉光了 已经没有了气神之地 好了 我是小明的媳妇 属于你的那支杯 我们找到了 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